从面粉厂起家的公司 持续成长转型 成为投资控股公司 今天要来聊聊的个股 就是联华实业 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联华实业 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955年成立 1976年上市 股票代号1229 资本额新台币128.1亿元 主要营业范畴 一般投资业 面食产品 系统整合服务 不动产租赁 零售及餐饮服务 联华实业投控集团成员 有联华制粉 联华制产 还有健康食材 欧奇披萨 台华食品 联华实业投控 是隶属于联华神通集团 联华神通集团 投资领域 跨组电脑 消费电子 IT通路 系统整合 软体研发 石油化学 工业气体 运输物流 及食品等诸多产业 旗下的联华实业投控 联程化科 联强国际 神机科技 及神达投控 都有在台湾上市 重要成员 有神机 神达 联程 联强 联华气体 神通知科 新巨师科技 联华投控的投资架构上 可以看到有被纳入合并 报表主体 有神通电脑 神通资讯 联华制产 联华制粉等等 另外还有持股联华气体50% 联程化学32.88% 联华联合液化石油气 24.04% 从这张图 就可以看得出来 联华实业投资控股 有投资相当多的公司 产业也相当丰富 所以买进联华投控 就感觉有点像是买进一档ETF 来看一下近五年的财务资料 营业收入的部分 是呈现震荡走高 可以算是竹联地震的趋势 营业毛利的部分 则是呈现一个V型走势 营业利益的部分 也是呈现一个V型走势 业外损益的部分 基本上算是呈现稳定的状况 只有2016年是低于20亿 其余年度都是维持20到26亿之间 最终的税后净利 是呈现震荡走高 也算是竹联地震的趋势 EPS的表现除了2017年的3.11之外 近几年都维持在2点多 算是相对稳定 这个时候聪明的你 有没有看到比较关键的地方呢? 首先是2020年 税后净利比较多 是呈现年增 为什么2020年的EPS是呈现年减? 这主要是因为股本变大的原因 因为EPS是税后净利处于股本 所以税后净利虽然有增加 但增加的量没有比股本增加来的大 导致2020年的EPS是稍微连减一点点 再来是业外损益 是比营业利益还多 不过今天聊的是 联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既然是投控公司 那么业外损益比较多 也是蛮合理的 因此不用太过担心 业外损益的部分 主要就是联华其他转投资企业 因为没有纳入合并报表 所以是记录在业外损益 从财报上也可以看到 在营业外收入及支出这个项目底下 采用权益法认列之关联企业 及合资损益之份额 金额最大 占比也最高 主要就是刚刚讲的 转投资关联企业 有联程化学科技公司 以及联华气体工业公司 占比分别为33.25% 及50% 在转投资上 就是这两家贡献的获利最多 会按照持股比例 来认列损益 再来看一下 联华本体各事业营业占比 可以看到营收占比上 2020年Q1到Q3 占比最高的是 面食事业有44% 系统整合服务事业 占比38% 投资事业11% 租赁事业与通路事业 占比分别为4%与3% 主要地区市场的部分 用圆饼图来呈现 台湾占比最高 有90.1% 中国7.8% 其他国家2.1% 主要市场是在台湾 再来看一下 业外转投资的部分 联华气体 是台湾最大工业气体制造商 提供台湾各产业 所必须之工业用气体 高科技及半导体产业用之 电子及气体 以及医疗及食品制造 所需之民生气体 联华气体 基本上是呈现很稳定的获利 2020年前三季 每一季基本上 都是维持在4亿左右 联层化科 以生产石油化学品起家 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 本干与可硕剂的制造 及通路厂商 目前在大中华地区的市占率 达30%以上 联层化科 获利上相对就比较没有那么稳定 2019年Q4 与2020年Q1是负的 但2020Q2与Q3 获利就转正 联层化科 是属于塑胶工业 近期DOP PVC报价持续走扬 在需求吃紧之下 对于联层来说 都是受惠的 看一下联层2021年第一季 EPS是0.99 表现是相当亮眼 从这边就可以知道 贡献联华不少 所以看联华这档个股 就要关注联华气体 与联层化科这两家公司的经营绩效 这两家公司与联华实业的联动 是相当紧密的 联华2021年Q1 EPS为0.98 是创下近几年的同期新高 算是很好 2021年Q1 营业利益与业外损益的部分 大概差了5倍 也是前面有提到的 主要是靠转投资联层化科 与联华气体 2020年Q1是有受到影响 相对基期较低 但2021年Q1 EPS 对比去年同期 是增加了0.81 是呈现大幅连增 2021Q1的表现 可说是相当亮眼 鼓励政策 根据郭德韵妇资料 是连续38年配发鼓励 近10年 源于分配率 平均为85.94% 算是很大方 近几年 开始有配发股票鼓励 近10年 殖利率 平均为6.66% 算是很好 还原月线图的走势 是一路震荡往上的走势 是相当好 再来看一下 月线图与EPS走势图 2001年 EPS持续提升 股价的走势 也是一路往上 2008年 遇到金融海啸 EPS下沙 股价也是跟着下沙 2009年 EPS慢慢回升 股价走势 也是开始往上 2011年 EPS 是稍微衰退的走势 股价走势 也是呈现 微幅的拉回 2016年 EPS开始 是震荡走高 股价走势 也是呈现震荡走高 整体来说 股价走势 与EPS走势 发展的趋势 是相当接近 所以基本面相对来说 还是很重要的 本益比的部分 为14.43 个人觉得不算太高 股价净值比的部分 为1.85 个人觉得算不低 再来看一下 本益比与股价的走势 大部分本益比 都是落在10到15这个区间 在2020年之后 股价是一路往上 本益比也是一路往上 甚至本益比 是飙高来到25 相对来说 是高了很多 这种股价的突然飙升 但是在EPS 没有大幅增加之下 本益比相对就会提高 这有可能是整个市场 愿意给的本益比拉高 或者是台股持续走升 拉台各类股的本益比 联华投控 这档很多人在存股 那如果是我自己要存股 我是会挑选本益比走势 相对比较稳定的区间 日线图的部分 压力支撑其实很明显 持续无法突破的就会形成压力 突破之后压力就会变成支撑 近几年的低点位置 其实也是蛮固定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当股灾发生的时候 近年最惨的低点位置 大概在哪里 这样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底 以上的资讯分享给各位朋友 本频道没有建议任何买卖操作 单纯分享资讯 以上分享皆为个人心得 本能无邀约推介之行为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有想要分析的个股 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 咱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